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怎样给一个登录界面 加上一个有动画的背景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族馆这个界面 后面有很多不同的鱼石来走来走去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怎样用160航口的 把这个界面做出来 第一步,我们先创建一个Material App 在这个Home里面给它一个scaffold 然后呢,在它的body里面给它加入container 这个container我们给它一个background image 就是用这个box decoration来做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给背景图片加一个模糊的效果 以及怎样加鱼石 在有背景图的这个container里面 我们给它一个child,就是clip rect 在这个clip rect里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backdrop filter 在这个filter里面我们给它image filter 通过它的blur 我们来定义它的sigma x跟sigma y的模糊值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背景图会被模糊 在这里面我们用到的指示三 再来看一下鱼石是怎样做的 它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大小的一些圆圈来组成的 我们在这里用的是一个particle system 这个package name呢,叫particle flutter 由于我们这个login的button呢,跟text field是在这个particle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用到stack这个widget 在这个stackwidget里面我们定义的第一个child呢 就是这个circular particle circular particle定义很简单 我们就用它predefined这些property呢 来定义它的一些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需要创建1000个particle 而且它们的速度是0.4 那么它需要覆盖的面积呢 这个高度是1000 这个宽度是600 还有的就是它呢,这些大小呢 是随机变化的 而且颜色呢,也是随机变化的 随机变化的颜色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rand color list里面 这里面我们给了它9个不同的颜色 再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加入了这个图片 以及怎样给这个背景图片上面 再加一个overlay的颜色 我们在这里面加了一个child 这个child呢是container 它的color我们给了它一个半透明的蓝色 做背景 这个container有一个child 这个child是column 在这里面我们上下排列 第一个child就是一个animation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加入了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通过sized box 来定义它的高度跟宽度 我们用了jello in 这个作为一个animation 然后呢,把它的这个透明度变成0.4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半透明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加第一个text field 在第一个text field里面呢,我们定义了用户名 这里面呢,因为这个text field它的左右间距是20 我们就给它加一个padding 同时我们用input decoration 来装饰提示语言 以及里面的颜色 还有最左边的这个icon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这个icon我们用的是flutter icon这个package 外面的这border我们用的是outline input box border来做的 在这里面我们定义了它的颜色 以及它的弧度 密码这一行我们就不单独讲了 因为它的结构呢 跟用户名这一行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之间的间距我们是用side box 来分割它们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登录的这一个button是怎样做的 先加编剧左右都是20 然后加入一个text button button里面是一个row row里面有两个child 左边的是icon 右边的是text 最后我们再通过button style 来定义这个button的appearance 也就是它的样子 这里面我们定义了它的forground color background color padding 然后呢 以及它的边上的颜色及弧度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提问 或者到我们的discord server上 我会把本期的原代码放在视频简介里面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及订阅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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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